F3小组赛的B组已经绝出了出现的两支战队,现在该轮到了A组进行生死博弈了。 经过几天的厮杀,SW和G22胜一负同分,并列A组第一,Office作为LCK的二号种子,现在一胜二负,和越南水牛PVB同分,徘徊在出局的边缘,前面的GEMG作为去年的S系冠军,如今却是被欧美战队和RMJ调打,翻载了小组赛中,AFS这边也不容乐观,出师不利二连贵,一起的GEMG。 AFS已经走回家了,现在压力来到了AFS这边,是逃派还是晋级,AFS在处理对手的同时,还将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,作为LCK的二号种子,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 在首轮交锋中不敌FW和G2,AFS仅仅在对阵越南对PVB的时候,成红的拿到了自己S8的首胜。 就此看来,FW和G2或许将成为A组最有机会出现的战队。 在参考之前B组的局势突变,也不排除FW和G2又翻车的风险。 AFS就看全队唯一大腿的上单TL能否carry住了。 在第二轮的比赛中,AFS首战便将面对组内最强的对手FW。 如果输掉比赛那么AFS将失去出现的主动权。 网友表示,AFS也要早点回家呀。 通告